好 接着带你来看到高雄市呢 有一对恶霸母女党 他们提供吃喝玩乐还有住宿为诱因 吸收未成年终挫生 组成的是暴力犯罪集团 但是呢 只要有人稍微不顺他们的意 他们不是砸电打人 就是派小弟丢直汽油弹 甚至啊 如果有人想要离开组织 这个母女党还会找对方的家人来算账 行径相当嚣张 间隙器画面清楚拍到 两名黑衣青少年一下车 就拿着点燃的汽油弹往槟榔摊丢 碰到一声巨响 附近居民都被吓醒 有人打电话报警 有人赶紧拿出灭火器帮忙灭火 一些车祸案件 他曾经就是 就是去用 叫说姓少年用那个汽油弹去 就是杂质与他 就是车祸纠纷的一些被害人 警方调查丢汽油弹的 都是未成年的终挫生 主贤是他 42岁的黄姓妇人 他和年仅20岁的女儿 组织犯罪集团 母女党恶霸专门吸收终挫生 招待吃喝玩乐控制行动 只要汉人起冲突 就叫唆手下砸垫打人 槟榔摊他不愿意把香烟 卖给未成年的少年 他就是奋了 就是拿着 带着一些其他伙同 其他少年 然后去用酒瓶 空酒瓶去砸槟榔摊 然后整个过程 他还要求这个黄姓少年 就是把整个过程 用录影机拿录下来 警方上门查气时 一名年仅13岁的手下 就睡在地上 主贤的两岁小孙子 还吃着奶嘴站在旁边 警方调查 母女党恶霸 不但经常率重砸垫打人 只要有手下要离开组织 还会找对方的家人算账 行迹非常嚣张 中天新闻 蔡中旬包金莹 高雄报道